Hello,大家好,我是简易小美美 今天呢,我教你们画这个海边的隔山花 这幅呢,是方的,但是我今天会画一个数幅的一幅画 这个海景,这个有海平线 海平线呢,我大概画在我这个画面的三分之一高一点的位置 然后呢,再把这个山勾出来 这个天空云,还有这个山和海 我都是用笔去把它勾勒出来 然后这个花,我会用刮刀给它刮出来 好,现在我教你们怎么画这幅画 今天呢,我们用到的颜色有白色,柠檬黄,大红,深红,湖蓝,普蓝,淑鹤 跟我学画画,你会发现,我用的基本上就是这些颜色 没有太多别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都是可以调出来的 我们基本色有了就行 因为我们这幅画呢,它整个是有点蓝色系的 那我们就用这个蓝色,漆稿就可以了 漆稿的时候呢,就是颜料啊,要少沾一点点 就是让你画板上看到一个痕迹就可以了 然后水平线呢,可以稍微中间,肯定不能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会很丑 中间稍微往下一点点,放到这就差不多了 好,一条线画过去就可以了 有时候可能会歪掉啊,都没关系 是特别正常的 然后再把那个山的轮廓勾出来 山的话,它有好几层,有些看清的 有些看清的,先把这个近处的这个山先给它勾出来 近处的山呢,可以稍微高一点点 因为我们画照片的话,要稍微自己处理一下 不能说照片是什么样,就自己就画成什么样 要稍微做一点点的处理 到底有几层山呢,也不太看得清 就好多层 越往后面这个山的颜色它会越浅 一会儿教你们怎么去调和这个颜色 好,大概画成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匀,匀呢,因为我们是一次性画完 这个匀啊,最好稍微给它框出来一点点 就是淡淡的线条就好了 如果你颜色很深的话 一会儿我们再去覆盖啊 它其实还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一次性画完,它就是这样子 稍微要留一点 大概再框一下,不要框的那么标准 一朵小小的云 小小的,小小的其实可以不用勾 这里呢,云层是比较多的 因为像天空的话,一定要稍微多留一点 这样的话,整个画面的空间感它会好很多 如果你天空总是留一点点的话,空间感会比较差 水的话,它基本上就这样就飞了 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铺底色了 铺底色的话,肯定是要用大笔 先用大笔刷 选一支差不多,你认为比较大的一支笔 用这个,先铺天空 其实天空的颜色是最简单的 一般都是蓝色加白色 这个颜色都是比较纯净的 两个蓝色都可以加一点点混合进去 天一般都是上面会深一点 然后越到下面就越浅了 深一点点,可以稍微再深一点点 这个深浅的可以自己调节 有些人就是,那个色彩感觉会比较浓重一点 有些人呢,画的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这都挺正常的 边缘呢,要稍微涂干净一点 这样的话,这个画面会很漂亮 调色板呢,我们基本上是这么拿 这么拿都可以 怎么舒服怎么拿 第一遍呢,我一般都是不加油的 因为加了调色油之后 它画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油画嘛,太干的太慢了 所以我第一遍 基本上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 我基本上是不会加油的 不会去加调色油 也不会加塑裂油 因为我个人可能不是特别喜欢 那个送节油的味道 略微有点重 再到下面呢,几乎就是白色就更多了 就是颜色调和的时候 不需要调和太久 到下面白色就更多了 这里面也可以要有一点点 好,天空呢,基本上是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那个海 海水 海水的话 它这里会稍微亮一点 因为上下是差不多的 它会倒映一些那个云的颜色 云呢,它是有点紫的 可以用这个深红 深红加一点点这个蓝 你看已经很蓝了 对,可以稍微加一点点 让它色彩更加的丰富一点 可以加在你的海水里面 因为云我们一会儿没画 一会儿再画 先从大面积的开始 大面积开始涂色 然后再是小面积的涂色 一点点深红就够了 它就会调的 就有点那种 红红的 紫紫的蓝蓝的颜色 你看我调色几乎没有调的特别久 不需要调的特别久 有时候颜色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都不用担心 只要你用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 调出来的也是会差不多的 然后越到下面就越深了 因为跟这个是一样的嘛 倒影它的颜色 下面可以稍微蓝一点点 越到下面就越蓝了 混合的时候呢 特别这种混合的地方 一定要多刷几遍 有很多人就很容易就是层次分明 层次太分明了呢 就感觉很假 可以多刷一下 没关系 基本上是这几个颜色 蕴笔的话 基本上像水面的话 一般是横着蕴 竖着刷刷 有些地方刷不到的 最后呢 横着再刷一遍 刷几遍就可以了 像这种底色呢 是最不用浪费时间的 能快一点刷完就快一点刷完 要把时间留在后面的细节 也可以稍微加一点点这个深红色 好 越到下面就越深了 还是要多刷几遍 让它过度的比较自然一点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云也给画了 云的话它是有暗部颜色的 它会稍微有点这种紫紫的颜色 不小心蘸多了 容易就蘸多了 就一点点蘸哈 云的暗部加一下 这颜色呢可以自己调节 可以稍微让它深一点点没关系 亮部呢可以适当的流出来一点 不要都给它刷了 因为我们天空已经是蓝的了 所以云的暗部呢要稍微偏紫一点 要不然它就没区别了 暗部呢一般都是在云的下方 云的下方 接下来留的就是纯白色了 纯白色一会儿我们直接用白色的笔 换一支笔白色去画就好了 然后删 删的颜色呢它是有点那种蓝灰色的 可以加点这个褐色进去 熟褐褐褐褐色呢可以在这个里面去调 它会有点那种偏绿的感觉 褐色加蓝色它其实是有点偏绿的 然后可以往里面再加一点点这个 深红色 整体感觉让它看起来是那种 灰有点灰 灰蓝又有点灰绿的那种颜色 可以的 基本上这个颜色 不是说我们每次调色呢都要刻意去调的 调色板上一般都会有一些现成的颜色 这个颜色呢画上去还算可以 略微深一点就加点白 因为远处的山还是要灰萌萌一点 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山 所以颜色稍微可以深一点点 加点白 你看慢慢的让它产生变化 不要用一个颜色就涂到底了 你看旁边的颜色都是可以用的 好 然后后面的再远一点的山呢 它就是颜色就更浅了 再加些白色 要从下面再混合一些白色进去 让它更浅一点 就让它们产生一个 让它们要有个色彩的区别 因为画到这里的话 可能笔就会出现有点大的感觉了 可以换小笔 然后呢这里还有几座山 这个也是离得稍微近一点的 那我就换一只小笔 只要离得离我们近一点的这个 就可以稍微深一点 像这种远处的山 颜色是不能太纯 要稍微灰一点 好然后这又是远一点的山 那就再浅一点 混一些白色 可以再白一点点 你看它 调色盘上呢 你就让它形成一个色彩过渡 让它跟这一座山稍微让它有点区别 要不然它们俩就粘在一起了 好这里也要把它区分开 然后呢 然后呢这更远处呢 还有一座 还有座山啊 再白一点啊 再加点白色 不够白再加一点 特别这个山的形状啊 要稍微方一点点 不要画圆了 山头的颜色会稍微偏深一点点 那就再加点深颜色 好这样的话它层次呢就比较分明了 还有一些层次不太分明的 再给它啊 画一下 修正一下 应该靠近这个山下边 它都会有一点这种 雾蒙蒙的那种感觉 基本上呢这个形态是出来的这个山的形态 那接下来我们画那个白云白云的亮部 白云的亮部颜色啊 亮部颜色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 直接用这个白色 直接用白色 干净的白色哈 干净的白色 很快白色就用完了 一会要添加一点 特别这个云的一个外轮廓的形状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让它圆润一点可以 你看跟下面混合的时候 轻轻的刷一下啊 就可以了 不要停留太久 像这个地方 就特别亮的地方可以厚 下面就不能再火了 要跟那个淡紫色呢 稍微混合一下 再过渡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白色呢 可能很容易跟别的颜色创色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笔啊 我们要经常的去擦一下 用这个纸去给它擦掉 我还是用白色 特别跟下面这个暗部颜色混合的时候 不要混合过久 不要太整齐 很容易就化整齐了 下笔呢 要干脆裹断一点 你看随便 随意的刷一下啊 不要刷太久 放好就可以了 像这种特别亮的地方 可以尽量厚一点 所以等等 你会把这种颜色的地方 这里越到下面就越细一点 因为越远的云就越小 近大远小 然后水里面也可以加一些云的倒影 还是白色 跟笔上的颜色是一样的 用笔的侧风去加一下 因为毕竟云那么多 还是会有倒影的 可以先直接用白色加一下 水纹基本上也是白色 每一回第一笔上去的时候 这颜色是比较白的 然后画到后面就会比较淡 这种淡的也是需要的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直用的是白色 让我们一个颜色添的差不多了 就开始添另外一个颜色 要不然我们用色容易用的特别混杂 接下来可以再加一些稍微深颜色一点的水纹 也可以再加一点 就是为了让它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一点 可以再加一点深一点 用这个普兰深红白差不多这两个颜色就可以 细细的一定要细一点 我用的这个是猪中毛的一个笔 它会毛质呢会比较硬一点 画出来的东西呢就比较容易细一点 而用力呢也要稍微轻一点 画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去画 不要太用力了 到处加一点 这样的话它的色彩层次就会更加的丰富 接下来呢就是用刀去画这个花了 稍微选一把这种头有点圆圆的这种 因为它这个隔山花这个花瓣 花瓣还是比较圆的 用这个深红 加白它是有点那种霉红色 而深红加白的颜色它其实有点霉红的 调色的时候就是不要调太匀了 用刀背去把这个颜料挂过来 调和一下 调和的时候也是用刀背去调和 这个刀的边缘给它弄干净一点 轻轻的往下 往这个花咕嘴这边拉 看看有几朵花 可以少画几朵也没事 多画几朵都可以 看你个人喜欢 可以让它用深深浅浅的这个花的颜色 不要用一个花色画到底 花瓣一定要一笔到位 不要在那里花很久 来回来涂擀 来回来涂擀 有些花瓣可以稍微给它拉长一点 一点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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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ession üzel 我们现在把这个花心给点上去 花心是柠檬黄 花心用刀尖点缀就可以了 花心并不是每一朵都有的 有些是翻转过去的花 是没有花心的 接下来呢它是有一个花杆子和那个花托 还有叶子 给它用这个笔啊 就我们起稿那个笔给它画出来就可以了 杆子的话还是有点这种深红色 可以在外面调深红色 加点这个蓝蓝 再加点大红 就让它有点红红的 暗暗的那种 暗红色的一个颜色 杆子的话我们胳膊拎直一点 先把这个画 画脱给画出来 可以尽量厚重一点 因为现在不厚重一点 你也画不出来了 画不上去了 其实用小号笔侧风就挺好用的 把这个笔给它捋直了 它是有个分叉 尽量画细致一点 像初学的话 你们最好是可以等它稍微干一下 然后再接着画 把花拌掉了之后 它会有个花心还留在这里 可以稍微给它添加一点细节 然后再来一些细细的绿色的叶子 用柠檬黄加一点胡蓝就可以了 最后再点缀一下 细细的 一定要这种细细的叶子 把柠檬黄可以多用一点 叶子 叶子一定要细 不能太粗了 越到下面越茂盛肯定是的 有一些很茂盛的叶子 像这种地方也可以自己主观的添加一点叶子 这幅海边的隔三花已经画完了 我做了一下三点总结 供大家参考 颜色混合的太严重 主要原因是因为画笔不干净 要用纸擦掉或者换一支笔 第二刮刀画画的时候 因为画面比较油 初学入门的朋友不容易掌控 建议等画面干一干之后再画 第三 用刮刀画画的时候 下刀要干脆利落 一笔成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这幅海边的隔三花 就一键三连吧 我们下期再见